3月22日,卢森堡货航的一架飞机从河南新郑国际机场准时起飞。 这架飞机上装载的除正常货物之外,还有一批由河南向卢森堡捐赠的抗疫医疗物资,将为当地抗击疫情带去河南力量和温暖。 据介绍,当天运送的首批物资包括4500件医用防护服,50万只医用外科口罩,5700只医用N95口罩。 10万双医用手套,600只额温枪,2万瓶洗手液,1080副医用护目镜等,价值超过250万元人民币,将通过郑州卢森堡货运航班直接运抵卢森堡。 疫情发生以后,卢森堡人员和卢森堡政府对我们和河南人的很大的关注和支持。 当前欧洲的疫情在不断地扩展,卢森堡的一切力量的质量。 我们和河南人员和卢森堡的情况下,投资了一批防疫物资今天的装机,一往卢森堡,支援他们的抗议之作。 近年来,卢森堡作为与河南省交往最为密切的欧洲发达国家之一, 双方围绕空中丝绸之路建设,不断拖宽合作领域,丰富合作内容,从无到有,有点极面,进度和成果超出预期,成为中卢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典范。 正卢空中丝绸之路这条连接国内新兴市场和欧美发达市场的重要经济走廊, 也成为全球抗议下温暖人心的友谊之路。 这段时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多地爆发并迅速蔓延, 很多国家都在经受着疫情的严峻考验, 中国历经两个多月艰苦卓绝的奋战,终于有效遏制了疫情蔓延势头。 目前,生产生活秩序正在加快恢复,经济社会发展在线蓬勃生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